今天啥日子啊 居然请我喝酒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请你吃点好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快端上来吧 不是 别慌 看我的手艺 我的啤酒 你这是在抱歉街舞 你确定只能吃 好酒配好菜 得一起吃才得尽 好难闻的味道 简直是黑暗料理 我这是在给你施肥 烂香蕉和啤酒也能当肥 香蕉和啤酒倒碎后加入土壤 发酵过程中的微生物可以产出多种营养物质 如有基酸 有基蛋 有基磷等 还可以改善土壤结构 增加土壤的通透性和保水性 土壤肥力提高了 你才可以健康成长 产量也可以大幅提升 舒服了 舒服了 真是一顿大仓啊 这些东西你要拿去扔掉吗 是啊 都是一些除鱼垃圾 也没什么用了 那多浪费啊 这么多骨头拿来给我做花肥多好 吃剩的骨头还能用来做花肥 瞬间感觉自己错过一个亿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不仅能做 而且超级简单 我就勉为其难教教你吧 明明是你自己有求于人 居然还这么止高气昂 我看我还是拿去扔掉好了 别啊 我错了还不行吗 那你快说说 应该怎么做 首先把骨头装进高压锅里蒸三十分钟 然后敲碎 都放进高压锅里蒸那么久了 这骨头敲起来怎么还是这么费劲 钱麻烦 你给我去买托支骨粉碑 花店里有现成的 算了吧 我可没钱 然后要怎么办 把骨头蟹和河沙按三比一的比例 拌匀放进花盆底部 最后在上面垫一层土就完成了 我感觉我又重新充满了力量 不能吃啊 这有什么不能吃的 我平时累了就爱嚼一颗提提神 特别有用 再说 冰狼可是纯天然之物 比香烟什么的健康多了 你觉得精神是因为冰狼里含有的生物碱 能够一定程度缓解精神紧张 提神醒脑 感到兴奋和满足 那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还不让吃啊 这样的兴奋和满足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种生物碱会让你上瘾 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它 而且取决冰狼会损伤口腔粘膜 经常吃冰狼也会容易导致口腔溃疡 唉 口腔溃疡嘛 过两天就好了 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远远不止这样啊 冰狼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致癌物清单列为一类致癌物 而且在很多国家都被禁止销售 你难道想以后把脸割掉来报命吗 我不要疼癌症 我不要割脸 我再也不吃冰狼了 听听听 你这是干嘛 你闻闻着问 感觉都变质了 不扔留着还有啥用啊 再这么败家 用我做个盆景 美化一下环境不是更好 月子还能做盆景 怕不是糊弄我吧 听歌的 歌不骗人 首先 你先把我外部的硬壳去掉 用水泡一晚上 当心失败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然后再准备一个大的自分袋 里面装上一杯水 再把我放进去 你想憋死我 你不知道留个透气孔哦 哼 你不早说 终于透气孔朝上啊 这样我才好发芽生根啊 能不能别大喘气 一字说完不行啊 其他没了 把我放在温暖的地方 等我满满发芽吧 果真发芽生根了 再然后咋弄啊 你个人类还不如我一个椰子啊 喷栽喷栽 没喷当行吗 赶紧把我移栽到合适的盆里啊 对对对 还别说 这椰子喷栽看着还真不赖啊 感觉又剩了一大笔啊 都是天然植物油 你选哪个好呢 当然是选我啦 我可是九福盛名的液体黄金 直接公认它健康食用油 至于它嘛 是最近才活起来的 叫什么 啊 东方橄榄油 一听就是我的山寨版嘛 我已经有三千多年的食用史了 也算是最早的天然食用油之一 小伙子 不要乱说 我只是老了 又不是提不动刀了 收拾你小子 还是绰绰有余的 嘿嘿嘿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你要是真有本事 我们就比一比真开实量嘛 过来啊 那就请你先说说看吧 我体内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ABKE 还有多分类物质和抗氧化剂 不仅你说的这些我全都有 但还有你没有的茶多分 而且我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和烟点还更高 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长寿油 健康油 你看看 这才是咱们中国独有的世外高人呐 嘿嘿嘿嘿嘿 好饿啊 诶 冰淇淋 呸 呸 呸 这啥东西啊 咋这么油腻恶心呐 嘿嘿 这个年头还有人把猪油当成冰淇淋 你怕不是个傻子吧 什么 这是猪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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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和冰淇淋长得也太像了吧 就算猪油分不清 看盆也能分辨得出来 我可是全球公认的猪油专用糖瓷盆 呃 啥是糖瓷盆 糖瓷又叫发廊 指的是在金属基底表面涂上油粉 或者糊状油浆 通过高温烧制 让油 粘附在金属表面 形成一层坚硬的糖瓷 糖瓷制成的用具安全无毒 而且溢于洗涤 像当年家家户户都有我的身影 可会是红极一时啊 哦 原来这就是糖瓷盆啊 小时候好像在面盆 裹盘 水杯上见过你 我记得上面还会有各种图案 没错 什么徐飞红的马 七番式的虾 花开富贵的牡丹花 样式还不少咧 可是现在好像几乎都看不见你的身影了 这是为什么呀 哎 老了 不中用了 现在生产工艺越发发达了 有更多成本低 但又性能好的制品出现 我也该应退咯 我的鲜鲜玉手 快给我叫救护车 一个小伤口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等救护车来了伤口都愈合了 小伤口怎么了 那我也很疼嘛 别急歪 男子汉大丈夫切个创可切得了 咦 这俩 一个叫创可切 一个叫创口切 长得都一样 我该切哪一个 虽然我俩长得一样 但我们可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我属于医疗器械 一般用来保护伤口和隔离外界 防止二次感染 使用于皮肤浅层擦伤创伤的时候 让保护有什么用 要想好得快 还是得看我 我属于药品类 是用来治疗伤口的 消毒止血我都在行 对于你这种小伤口 有加速愈合的作用 显眼包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贴创可贴吧 慢着 不管是创可贴还是创可贴 记住最重要的一步 都是先消毒 另外在手上贴创可贴的时候 有个小妙招 将两边分别剪开 然后交错粘贴 这样粘得更牢固哦 沃森到底是吃精还是吃叶啊 沃森当然是吃叶子啊 叶子又长又绿 吃起来脆香的嘞 哄你个油卖菜 又在这打着我沃森的名号混淆视听 沃森自古以来都是吃精的好吗 营养和精华都在进步 精才是最好吃的地方 吃叶 好了好了 吃精 吃叶 吃叶 营养和油卖菜都属于蜗具种类 你俩只是同属的不同变种 祖上都是一家人 你们都是我的子孙 营养分为禁用营养和夜用营养 营养的筋肝粗壮 一般只吃进 属于禁用营养 而油卖菜叶片大而多 通常只吃叶子 就属于夜用营养 另外 生菜其实也是夜用营养的一种 叶子竖着长大叫油卖菜 叶子横着长大叫生菜 哇 原来咱俩还真是兄弟 还有一个冷知识 切成条晒干吃的供菜 也是属于禁用营养 这刘凯也太夸张了 到处都在咳 等等 既然大家都在咳 那如果我现在去卖冰糖雪梨 岂不是发酱制服的好时机 毕竟梨可是吃咳的呀 我要一份 我也要 发酱什么了 地震了 干什么 放开我 你要对我做什么 做冰糖雪梨呀 你没看见那么多人咳嗽等着吃呢 谁告诉你梨可以止咳的呀 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咳嗽了就吃梨 从来就没有一项实验证明梨能止咳呀 少来 你就是怕被宰故意说的嘛 我说的是真的呀 我就是梨 我还不知道吗 你是在下水果界四大千王之一 梨明 今天前来主要是向大家澄清一件事 我们梨中是没有直接止咳的成分的 我们的身体 85%都是水 生吃梨或吃冰糖雪梨都只是让嗓子变润 起到缓咳的作用 跟喝水没什么区别 你们的咳嗽是因为病毒感染造成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医院看病吃药 那样才能止咳 我的发财梦啊 毁了 全毁了 什么味儿呀 怎么这么臭啊 还不都是怪你吗 平时不好好清理 现在好了 搞得味道这么大 我不干净了 奇怪 我都收拾了一遍 咋还有味儿呢 我有办法 果然没有味道了耶 啤酒还能这么用吗 你可别小瞧了它 清洗深色衣服的时候 加入啤酒浸泡 可以使衣服变得柔软 恢复成原本的颜色 新衣服用啤酒泡过 还不容易掉色 哦 妙 实在是妙啊 还有没 你没发现我有什么变化吗 啊 没有 你没看见我这一头飘逸的羞发 看见了 咋了 我在温水里加入啤酒 用来洗头发 头发都变得柔顺光滑了 还有这好处 不过你应该体会不到 就你头上的三根毛 还是别浪费了 嘿嘿嘿嘿 我又不用啤酒来洗头 我一般 累服 哦